蒜頭爆香炒菜香噴噴 大蒜不只好吃 還超級抗癌 吃大蒜預防胃癌 量不用多 每天吃兩到三半就好 但吃法有配搏 排水之後靜置十分鐘 跟空氣接觸產生蒜素 抗癌效果大大提升 還能防止大腸癌 排水後放置常溫約十分鐘 跟空氣接觸 讓蒜中的蒜氨酸 跟蒜煤轉化為蒜素 預防肝癌可以吃蘑菇 每天吃18公克 這樣一小份 肝癌風險大降45% 不想肺癌早上門 要吃菠菜有β葫蘆果素 能提升免疫力和抗癌力 還被稱為是蔬菜的抗癌之王 每天吃一碗 癌症風險降一半 因為菠菜 富含豐富的抗氧化物質 能夠幫助清除體內的自由基 減少肺癌的風險 乳癌是女性 最常見的癌症之一 要降低乳癌風險 吃海帶最有防護力 海帶含點能抑制乳癌細胞 更有統計 美國富人罹患乳癌 是日本的三倍 推測可能是日本人 常吃海帶 尤其加上青魚 更被誉為抗癌湯 和長壽湯 多吃海帶 就有補充點 可以抑制乳癌細胞 人人都怕癌症 但癌症也有免死金牌 胃癌怕大蒜 肝癌怕蘑菇 乳癌怕海帶 肺癌怕菠菜 四大抗癌精排甜甜吃 讓癌細胞不要來 記者黃迅宏 富人高雄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貪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